球场风云多变化 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 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即将达成的无比史诗级交易 涉及伦纳德 比勒 农美以及杜兰特 NBA新赛季激战正寒 目前来说 联盟数职球队正遭遇困境 他们都期待在短期内改善球队的阵容 例如胡仁 蓝莽 雍舍 太阳上赛季的季后赛球队 目前这些球队的总经理们正在疯狂地 在交易市场上寻找交易补强的方案 这些昔日的顶级球队都有在11月末完成交易的需求 美媒FW根据联盟各支球队的状态 撰写了未来两周可能发生的无比令人震惊的交易 其中还凯文杜兰特 卡怀伦纳德和安东尼戴维斯等 第一笔交易 拉文被送到纽约尼克斯 前在交易方案 公牛送出拉文 从尼克斯换来RJ巴雷特 德里克 罗斯 奥比 托平 两个未来首轮选秀拳 尼克斯最近几个赛季都陷入比较挣扎的赛季 目前他们的战绩为8胜7负排在东部地霸 根据NBA铭记扎拉尼亚的报道 尼克斯有意送走罗斯和奥比托平 升级球队的后场 拉文在今年表现出色 场均数据为22.2分 3.8篮板4.2助攻 3分球命重率为38.2% 但是公牛目前的战绩并不如意 球队也有意送走他 进行阵容的重组 拉文的加盟不能保证尼克斯成为真冠球队 但是他与兰德尔 米切尔罗宾逊和贾伦布伦森一起打球 显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作为联盟球风劲爆的球员 以及外线出色的得分手 拉文能为麦迪逊广场花园带来不错的票房 对于公牛来说 罗斯重回芝加哥绝对是一个受欢迎的剧本 而巴雷特可以与德罗赞组成更好的搭档 他才22岁非常年轻 而且未来的上限非常高 奥比托平也是一个天赋不错的球员 而两个手轮切能让公牛在后续的交易中占据举动 这比交易对双方来说无疑是双赢的存在 第二别 比尔联手塔图姆 凯尔特人组三巨头 前在交易方案 比尔送出比尔 换来罗伯特 威廉姆斯 马库斯 斯马特 2024年 2026年 2027年首轮前 塔图姆和杰伦布朗是一对梦幻班二人组 塔图姆是未来的超级巨星 等赛季他打出场均31.1分 7.4篮板和4.1次助攻的超级数据 同时在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也取得进步 不过 凯尔特人在总决赛输给勇士后 让他们认识到了 球队仍需要在后场引进一名进攻万花筒 比尔绝对是塔图姆 布朗的完美补充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主进攻的能力 而且比尔确实想和塔图姆一起打球 两人都是儿时的朋友 齐才会要求在交易中 加入塔图姆 布朗以外的任何有价值的资产 凯尔特人是一个赢在当下的球队 为了正处于巅峰的比尔 绿军显然愿意豪赌 齐才在交易中获得三个首轮签 而罗伯特 威廉姆斯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中锋 司马特是上赛季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齐才一线有阵容很难取得成功 摆脱比尔的大合同 进行重建 或许唯一的出炉 第三 安东尼 带韦斯加盟金州勇士 潜在的交易方案 胡仁送出农媒 勇士送出威金斯 乔丹 普尔 库明加 2023年首轮选秀权 勇士目前的战绩是六胜九负 金州勇士很可能在近期做出一些调整 如果这比交易达成 勇士得到农媒后 在账面实力上完全能超越雄鹿 凯尔特人 农媒仍然是小球时代最有天赋的大个子之一 尽管农媒在本赛季给人的印象有些玻璃属性 但是他的数据比去年有所增加 如果农媒身边有库里来拉升进攻空间 他的数据可能会更加华丽 农媒能在攻守两端带来影响力 勇士能打造一支仅次于宇宙永时期的银河战舰 胡人会欣然同意这笔交易 他们必须要在本赛季打进季后赛 因为他们的首轮牵在蹄虎手中 糟糕的战绩只会为他人做嫁衣 乔丹普尔是一个得分有爆炸力的后卫 他的三分能给紫金胡人带来足够多的火力支撑 顾明加是一个有潜力的年轻前锋 威金斯无疑是詹姆斯的完美补充 而胡人可以继续交易 由2023年首轮千加微少去撬动特纳和希尔德 这样一来 胡人虽然失去争贯的天赋 但保底仍是季后赛球队 第四 伦纳德被交易至迈阿密热火 潜在交易方案 快船送走伦纳德 从热火换来吉米 巴特勒 马克斯 斯特鲁斯 2023年 2028年首轮前 快船和热火在本赛季都是比较失忆的两个球队 伦纳德因伤缺席了太多比赛 本赛季因为隐瞒伤病和管理层闹得并不开心 而热火在本赛季的战绩同样不尽如人意 三年前热火凭借巴特勒和阿德八月的组合杀进总决赛 在去年冬决中 他们与绿军厮杀至G7最终被击败 但是本赛季 热火并没有打出该有的水准 如果巴特勒和伦纳德互换 绝对是一笔能提升对方实力的交易 快船验卷了伦纳德的附和管理 鲍尔莫拿他换来一个成熟的全明星球员以及两个首轮签 可以为快船带来更多的任性 热火压保伦纳德能恢复健康 一旦伦纳德健康回归 他显然是一个更具同志力的球员 这意味着迈阿密离冠军更进一步 杜兰特被交易至菲尼克斯太阳 潜在的交易方案 杜兰特换下德安德列 艾顿 米卡尔 布里奇斯 2024年 2026年 2027年首轮选秀权 保罗在一天天变老 太阳需要做出改变 为他找来一名全明星作为帮手 杜兰特 克里斯 保罗和德文 布克是三位极具天赋的球员 三巨头组合能带来太阳实现冠军梦 蓝网得到了两名年轻的有天赋的球员 他们非常适合围绕本西蒙斯打球 不过 蓝网不想围绕年轻球员进行重建 本赛季他们依旧有不俗的战斗力 值得注意的是 艾顿至少要到2023年1月15日 才能被太阳交易 同时 艾顿对任何交易都有否决权 此外 明记霍林格在今天谈到 蓝网球星杜兰特的交易价值 他表示 杜兰特的交易价值 会在交易截止日来临前达到巅峰 杜兰特身背长期合同 依旧能打出巅峰数据 本赛季至今杜兰特的场均数据 为30.6分6.6 蓝网5.2助攻1.8盖茅 任何得到他的球队都能极差极用 太阳这样的筹码显然难以打动蓝网管理层 以上无比交易 大家认为哪些会在交易截止日前达成呢 内洪升级 克莱愤怒回击 坚持索要顶星被拒绝 NBA新赛季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但是上赛季的勇士队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的核心球员和球队的内部矛盾 怀斯曼因为在D级比赛中的表现不佳而被送到了发展联盟 而勇士的明星克莱汤普森也没有能够回到巅峰状态 他的状态一直很差 汤普森在新赛季出场11次 平均每场14.7分3.4个篮板2.5个主攻 而克莱的投篮命中率只有35.1% 三分命中率只有33% 自从汤普森受伤回来之后 他的攻击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在场上他甚至没有人防守都投不进 而且汤普森的防守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经常会有防守球员被漏掉 作为勇士的主力 勇士目前的战绩与汤普森的糟糕表现密不可分 但克莱汤普森要求球队再一次提出一个最高薪水的合约 但遭到了拒绝 在今天的比赛中 汤普森首次回答了关于新合同的问题 他仍然认为他应该得到一份最高薪水的合约 汤普森说 他在上赛季帮助勇士夺得了总冠军 他只是一次伤病 未来会回到以前的水准 克莱汤普森表示 他将不会放弃为一份最高薪水的合约而努力 即便是球队开出两年五千万年薪也不会接受 坚持要为最高薪水而努力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从这场比赛来说 库里和维金斯依然保持稳定输出 其中今天库里改变了策略 他部分时间一直都在代替不在那打 也是为了避免崩盘的出现 最终库里轻轻松松砍下24加6加10的数据 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 还有就是维金斯 今天他没怎么打 毕竟球队早早就确立了优势 最终维金斯获得了20加7加2的数据 而且三分还有8中3 稳稳完成了自己的空分任务 只是在末节的时候 当时维金斯一直都在折返跑 这是一大瑕疵 并且汤普森终于回暖了 今天汤普森16中8 全场比赛不瞎打了 也合理了 这是球迷希望看到的结果 只要在球场上合理一些 不乱投的话 状态回暖之后 汤普森还是可以打出一些价值的 就比如莫杰 防守强度下滑之后 汤普森就在连续打进 一旦保持这种趋势 汤普森绝对有希望成为一大杀器 普尔今天17中午 他的命中率维持了自己低迷的状态 也没有办法 在替补席普尔一直都在球场上保持犹豫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疯狂打铁 而且进攻端打不开的情况下 防守端普尔的积极性完全没有了 比赛中多次出现被移不过的情况 他再度展现了副作用 但能持续出手是一件好事情 期待他可以再替补席更加坚决吧 找到首发的状态 可惜库明加居然被弃用了 这场比赛 科尔一直都在锻炼篮母 然而他在球场上人都防不住 空篮也不进 就这样还不上库明加 可能科尔是在紧 可能给篮母锻炼的机会 只是库明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值得获得一个稳定的轮换位置吧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